配合丰收节的到来 交通部今天宣布 政府已经买下国内四家航空公司 上万张从半岛飞往沙巴或沙拉越的单程机票 每张机票将以300令吉的顶价出售 本月20号临时起开卖 根据通报这项惠民举措的补贴总额 预计将花费580万令吉到1140万令吉 交掌陆兆福今天出席马来亚铁道公司的开斋节参会后 在记者会上宣布 政府一口气向马航、亚航、巴迪航空 以及麦艾莱航空公司买下了总共17708张 从半岛飞往东马的单程机票 其中沙巴占了8903张 沙拉越8805张 好让民众在5月27号到31号期间 回乡庆祝风收节 此外由于风收节前三天 从洛飞行山飞往沙拉越 事务的机票已经受请 政府也会提供包机服务 在送乘客回乡 陆兆福说 根据通告 根据通报 虽然每家航空公司提供的条款和条件可能不同 但部长说 消费者将在2016年马来西亚航空消费者保护守则下受到保障 民众可以从5月20号临时开始购买有关机票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